另外在社区消息方面 大休斯顿地区桥界近日是隆重举办了升旗仪式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7周年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7周年 大休斯顿地区桥界隆重举办升旗仪式 以此表达对祖籍国的美好祝愿 由13名中文学校学生组成的仪仗队 护送国旗进入会场 五星红旗伴随着激昂的伊勇军进行曲 在蓝天下徐徐升旗 飘扬在热爱祖籍国和家乡的海外赤子信中 升旗仪式上演奏了中美国歌 表演了中国传统的舞师 和女生独唱歌唱祖国 李强民总领事代表中国驻休斯顿总领馆 祝贺大休斯顿地区和美南地区的华侨华人 节日快乐 并表示繁荣参生的祖籍国是海外侨胞的骄傲 五星红旗永远是我们心中最亮丽的色彩 让我们祝福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永远飘扬 中文学校小朋友欢快地演唱了 祖国祖国我爱你 彩色气球在歌声中升起 一事后大家来到活动中心大厅 一起共享祖籍国的生日蛋糕 当晚在休斯顿繁华的市区 Westin Galleria酒店隆重举行了国庆晚宴 休斯顿各界代表和政要近千人应邀出席 李强民总领事和国会预言 埃尔格林先生先后致辞 晚宴为今年获选的杰出中国之友颁发了奖状 为优秀华裔高中生颁发了奖学金 晚宴表演了歌舞 今天是你的生日 我的中国 祖国我为你干杯 京剧贵妃醉酒等节目 特业记者 于为牧师 休斯顿报道 于 敬敬 敬 敬